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我们讲第二大佛陀世情论是所造的阿比达默居士论 《阿比达默居士论》《阿比达默居士论》 《阿比达默居士论》《阿比达默居士论》的科班当中有分了21种 其中我们昨天已经讲了有间无间的差别和有对无对的差别 和有激发和无激发之间的差别 这三个问题已经讲完了 今天讲这些戒在三戒当中具足哪些 在整个三戒当中 我们不是前面已经讲了十八戒 十八戒当中的话 哪些已经具足在色戒当中 哪些已经具足在无色戒当中 哪些具足在欲戒当中 主要讲这个问题 欲戒具有十八戒 色戒之中十四戒 它这里讲我们现在整个轮回分为欲戒和色戒和无色戒 具体的三戒下面我们讲第三品的时候有详细说明 欲戒当中有哪些呢 欲戒当中有十八戒 十八戒就是前面讲的六识 六根 六经全部都具足 其中呢 比如说我们六经 也就是说六识吧 六识里面呢 六经当中有个法戒 法戒里面呢 就是前面讲的五维法 讲到五维法里面呢 就是有些是这个比如说非觉者面 就这些的话呢就是包括这个五路法 他一般那个五路法的话呢 就是不属于这个三戒 就是五路法呢 就是这个下面还要这个参数 五路法是不属于那个三戒 然后那个像五维法的话呢 就是他也没有包括在这个戒当中 比如说虚空是哪一个戒呢 虚空呢就是属于是这个戒 就这样的这种说法呢就是没有的 按照有时宗的观点也是 实际上是他是五维法 五维法的话呢也不属于戒 但是他这里的意思呢 就是说十八戒全部 这个有时有十八戒 就是这个意思 不一定是十八戒所有的法 全部具足在这个欲戒当中 不然呢 像这个有关有些五路法 或者是有些这个五维法的这些法呢 就是全部具足在这个欲戒当中的话 那么这样这个说法呢 也可能不太很究竟 就是总而言之呢 就是欲戒当中 当然这个其他的所有的十八戒的话呢 都具足的 就是这是没有什么怀疑的 就是所以欲戒当中呢 就是只有这个十八戒 十八戒全部具足的意思 然后那个色戒呢 就是色戒当中是有这个十四戒 就是十八戒当中呢 就是四个没有 就是有了这个十四戒 那么十四戒的话呢 就是十八戒当中哪些是没有呢 相和畏 就是从五经里面呢 就是相和畏没有 六十八戒当中的话呢 就是这个鼻和色 就是鼻和色是没有的 它这里呢 就是根是有的 这个色没有 就是它这里 就是因为有时中呢 就是它也是这样 比如说像那个色戒的天人的话呢 就是他们这个鼻根啊 就是然后这个色根啊 就是根应该这个具足的 但是呢 就是一方面是他们这个外境没有 另一方面就是没有外境的话呢 虽然居足根 但不会这个产生那个鼻石和那个色是啊 就是这个色不居足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这四个啊 就是初开呢 就是中共有十四啊 十四个戒 此四种戒为所说 就是这个这四个戒吧 就是前面讲的这个相和畏 还鼻和色是 鼻石和色是 就是这四戒呢 就这四种戒呢 就是不包括在这个色戒里面 就是不包括在色戒 它就是不属于这个色戒的意思 就这样 剩下来就是中共有十四戒 然后只是那个 讲那个色戒的这种 这个有多少个戒的意思 下面呢 就是讲这个五色戒 就是五色戒中呢 就是则具有 一法一记一时戒 就是他们 这个五色戒当中的话呢 就是有这个三个戒 就是一个色 我们所谓的这个一戒 然后呢 就是法戒 还有呢 就是这个一时戒吧 就是对 就是一时戒和那个 就是前面的一戒呢 就是指的是一根 对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五色戒当中 就是具足这个这三个戒 就是那么除了这三个戒以外的 其他的这个十五个戒呢 就是不具足的意思 比三有路也无路 就是这下面呢 就是这以上是讲的那个 有关这个三戒当中 这个哪些具足的意思 然后就是下面 那么十八戒当中哪些是有路法 哪些是这个无路法 就是这样分析这个 那么这个颂词里面呢 说是比三这个有路也无路 就是前面讲的这个一是 还有这个法戒和一戒 就是这三个戒呢 就是也有这个有路法 也有这个无路法 其余的诸戒为有路 就是 它这里呢 就是其他的吧 就是除了这三个以外 还有其他的这个十五个戒 就是十五个戒呢 就是也就是说那个 就是除了这这个几个戒以外的话呢 就是还这个 其他的 比如说像那个十中色戒啊 还有这个无中这个世界啊 就是当这些这个 中共有十五戒呢 就是全部是属于是有路法 就有路法的一次 这个上面呢 就是也没有什么 就是大的这个辩论吧 我们从字面上 就是大家这个理解 就应该可以 下面就是讲 《罗特王博》的讲义里面 就是这样讲的 十八戒 属于余戒犯出的有哪些 属于色戒的有哪些 属于无色戒的有哪些 就是就是那个 首先提出这个问题 然后前面就回答的时候说 余戒的有十八戒 十八戒戒能增长余戒的烦恼之故 因为那个所谓的戒呢 就是它就是属于一种 这个也就是说是这个种子 或者是就是 它有一种种性的意思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那么十八戒当中的 这个十八戒呢 就是全部是依靠这个 这十八戒呢 就是依靠这个能源所远 或者是以这个增长的方式来 都可以这个增长烦恼 就是因此在余戒当中呢 就是这十八戒全部都属住 然后色戒中呢 就是有十四戒 是那十四戒呢 就是除了相 位 然后这个鼻尸和色射吧 就是色射戒以外的十四戒 相与位二则在色戒当中是不存在的 就是为什么是他们是不存在的呢 因为这个色戒和相戒和这个位戒吧 就是相戒和位戒的话呢 实际上是他们是这个属于断食 就是我们这个断食呢 就是实际上是欲戒当中呢 就是人们这个众生呢 就是依靠它 就是断了就是它这里这个切成一片一片 就是也有这个意思 所以它的意思呢 就是它所谓的这个断食 它是这个四种事物当中之一 就是四种事物当中之一 就是下面呢 就是它这里这个 他们呢就是都是断食 就是刚才那个相和位吧 就是相和位呢 就是都是属于是断食 这个相和位属于断食的话呢 那么就是因为 正因为远离了对断食的贪执 才转生于这个色戒的缘故 就是如果这个 这些众生呢 就是没有这个对断食的贪执 这个远离的话呢 他还不能这个超生 就是要到到这个色戒里面 的话呢 必须要先对这个断食的贪执呢 就是全部就是断除 就是全部抛开 如果你没有这个断除的话呢 就是不能这个生气 就是不能生到这个色戒里面去的 所以呢 就是色戒里面就是 它这个相和位不存在的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在哪里呢 就是断食不存在 就是断食呢 就是实际上是位和处相 就是这三个呢 就是人们这个相用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依靠一个食品 依靠一个食品的话呢 就是他有那个所处 他有那个味道 他又呢就是有这个妙香 出香等就是 所以有了这三个的话呢 就是预解众生呢 就是人们这个预解众生呢 会这个相用 牦牛吃草的时候 也是他有这三个 这个也有接触 也有味道 也有这个 它的这个就是香味 香味吧 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一般就是人们呢 就是也是这个探知这个味道吧 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吃牛肉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牛肉上面呢 也有这个所处啊 就是那么味啊香啊 就是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是这叫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断食 就是让人们享用的时候 也是这个一直这样这个享用 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说 这个为什么是色解 就是不具足相和味的原因呢 就是色解当中 就是不存在这个断食 就是如果这个断食的 弹指没有断出的话呢 不能转生到这个色解当中去的 就是不能这个色解的缘故 那么若闻 那么色解当中所处也应当有了 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 刚才不是我们讲了 这个所谓的断食呢 就是这这个三种 就是一个是出相味 就是出相味的这种事物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断食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那么色解当中 也不应该有这个处了 就是他为什么是不断出呢 就是应该断了处 这个断了那个所处以后呢 也可以再这个转生到这个色解当中 不应该就是只断一个 什么这个味和那个相吧 就是应该这个处也该断了 就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他下面来讲是这个所处呢 就是不一定断 就是因为他这里这个所处的话呢 就是有两种 就是说处呢 就是他这个所谓的这个说处的话 不一定是断食 断食的话呢 一定是说处 他这里从英国规则是 英明推理的话呢 就是这个断食呢 就是一定是说处 但是这个说处呢 不一定是断食 所以这个色解的话呢 他这个说处没有这个断 但是呢就是断出里面 断食里面的这个说处呢 就是一定会是断了的 就是他说说处呢 就是既有这个断食 也有非断食 就是说处呢 就是有两种 色解当中呢 就是虽然不存在 呃成为断食的这个说处 但具有根等色与异物的这种说处 所以这个色解当中的话呢 就要专生到色解的话呢 不一定要就是断食所有的这个说处 就是只要断食 他有关这个什么就是刚才那个 端食方面的说处断掉的话是可以的 因为端度端什么那个说处呢 就是有两种嘛 一个是属于说处 一个是属于断食的 一个是非属于断食的 就是有两种的 所以呢 一般天人呢 就是他这个到了这个色解的时候呢 就是他的这个说处全部的话 就并没有断 比如说他就穿着那个天人的这个 这个美妙的衣服啊 然后他在那个天人的这个宫殿里面 就是享受这个 这个生活 就这个时候呢 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呢 还是有这个触感 就是有这个身体说处的感觉呢 就是是有的 但是呢 这种这个说处呢 不像我们语解当中的这个说处 就是断食里面的这个说处呢 就根本不是 就是所以呢 就是他所谓的这个说处呢 就是不一定是所谓的这个断食 断食的话一定是说处 说处不一定是断食 因此他这里回答的问题呢 就是说 这个他说处没有断 也是可以转生到这个色解当中去的 因此呢 就是就刚才就是讲的 这个一个是说 什么这个相和畏不存在 然后这个臂食和色食不存在 就是除了这四个意外呢 就是这个色解呢 就是在十八解当中的 其他的这个十四个解 应该这个具足的意思 而就是他这里说 而不存在这个相与畏的非断食 就算是有 在色解当中也是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就是即使说那个色解当中呢 有断食 但是一定也是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那个施经论师呢 就是在自说还是在那个里面 就是说是 如果没有这个必要的话呢 就是不存在 如果这个 因为它是优食宗的一种这个原因吧 就是即使存在也是没有必要 就像这个施经论师说是 如果没有必要是不存在的话呢 那么你们的这个二 什么这个 笔根和那个色根 笔根和色根的话呢 就是也不应该这个具足 因为他没有任何这个必要 就是没有任何必要 然后那个优食宗呢 就是当时给他回答的时候呢 就是说是 虽然这个笔根和色根呢 就是是没有这个 这个 他说是这个色根和这个笔根呢 并不是没有必要的 就是还是有必要的 那有什么必要呢 就是他说是这个 有这个庄严的必要 就是就前面所讲的一样 就是这个笔根和这个色根 色根的话是不知道这么庄严 但是呢 这个严根 就是什么这个 笔根也可以这个说吧 就是他说是有这个庄严的这个必要 然后那个石庆伦师呢 就是说是 这个这没有什么必要的这个状元 就是他的这个状元呢 并不是他的根这个显现的 如果即使有这个状元的必要的话呢 就是这显现是他的这个色土 或者是他的那个 就是整个这个笔生 就是他那个 我们现在的一般的笔字呢 就是不叫这个笔根 就是他叫做是那个笔生 然后这个色土呢 不叫这个色根 就是他叫做这个色根 这个眼睛 不叫这个这个眼睛 就是叫做是眼神 就是所以他呢 就是是这个笔生当这个所庄严的 就是并不是是笔根庄严的 但是他们呢 一直认为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呢 就是像笔根啊色根啊 根是应该是这个具足的 只不过是他就起不到什么作用 就是也是这样的这种这个观点 就是这也是是 有始终的一种 这个他的这个特殊的观点吧 就是这样这个认为的 而不存在这个相和谓的这个肺短舌 就算是有在色界当中 也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如此比喻色舌 就是笔舌和色舌二则 也就是不存在了 原因是他们的对境是不存在 就是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这个也可以说吧 就是因为他那个相和那个谓 就是相和谓呢 就是在这个色界当中是这个没有的 就是所以呢 就是他那里呢 就是没有这个这种这个 这个是笔舌和色舌就是不存在的 就是那个这一生呢 就是将这个 所以这个色界的这个道理呢 就是已经讲完了 就是色界当中具足四界 十四界 那么 那么属于五色界的一界和法界和还有这个一世界 就是那么这个属于五十十八个界当中呢 就是属于五色界的有多少个界呢 就是他这里说是只有这个一界和还有法界和十界吧 就是十界 为什么是这几个界以外就是其他没有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十个色界呢 就是肯定是没有的 如果这个五金五根没有的话呢 就是那么就是依靠这个五金而产生的这种五十呢 也是是没有的 这这样的话呢 就是五根五金五十 就是中共这个十五个法呢 就是已经不存在了 就是在这个五色界当中是没有的 然后这个在那里呢 就是一界还是这个有的 就是他那个一界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一根 就是他这里这个所谓的这个一根是应该是存在的 然后这个法界 就法界的话呢 就是他这里面呢 就是也是包括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细微的一些树啊 就是树里面就是也是有一些这个灯尺不哭不乐的这个树 就是这些也是有的 然后这个一世的话呢 就是细微的一世也是这个具足的 就是一世界一界的话呢 就是他在这个比如说这个五色界当中呢 就是他就是像那个他这里这个一世界呢 就是前面那个树与像也是有的 然后这个一世界里面的话呢 就是他也是有这个他的这个世的这种细微吧 就是这个呢就是也应该有 他这里那么这个一根是怎么具足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一根呢 就是前面的这个露尸灭尽一痕呢 就是才可以产生一根嘛 那这样的话呢 无色界本来都是不具足这个五世 就是不具足这个五世的话呢 他为什么是具足这个一根呢 也可以这样说的就是他这个虽然不具足 全部五根的是个世呢 不具足的 但是呢就是第五世 就是第五世这个灭尽的这种 第六世吧 就是第六世这个灭尽的这种这个形式呢 也应该这个可以存在的 其他的有些这个家里面呢 就是也应该有这样的这个说法 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么这个无色界呢 就是只有这个具足在这个三个界 就是其他的这个十五个具足呢 十五个界呢就是他不具足 因为他们可真正无色界的犯了 而且远离对色界的贪者 才能转生到无色界 就是他对这个 比如说外面的这个色生相处啊 就是这些都是必须要断除 如果你没有断除外面的色生相外的话呢 就是那这个无色界的禅尽 是根本没办法这个修成的 无色界的禅尽里面 尤其是这个所有的世间的善法当中的话呢 就是这个过就是最大的这个过 就是也就是功德最大的法是什么呢 就是要修有顶的禅尽 就是尤顶是那个在三界当中是最高的 就是我们就是所谓的这个飞飞翔天吧 就是他那个尤顶 因为他尤顶就转生到尤顶的时候呢 就是他就在八万界当中呢 就是灭尽一切这个所有的痛苦 就是所以说这种这个禅尽的功德呢 就是是最大的 就是我们下面就是在那个第八品 第八品不是第那个四品里面 第四品的这个后面呢 就是也有这个说明 就是所以他这里呢 就是当然这个他有一界和一些意识的这个细微呢 就是是有的 还有那个摩坟仁波切的智子如门当中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像五色节的话呢 就是也有一些这个细微的这种像 就是细微的像的话呢 比如说他就是就无边的像啊 细微的像啊 就是在我们这个无垠当中不是像呢 像里面也是分很多的这种五色节的这个像 就是五色节呢 就是也可以有很多的这个像 那么这些这个像呢 就是也包括在这个星所里面 大家都知道这个像呢 就是像和树呢 就是包括在星所里面 其他的这个星所呢 就是他包括在星云当中 星云呢 就是包括在就是前一段时间的这个法界里面 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能那里面就是 法界是这个应该这个具足的 就是因此这个法界和像之间的这种这个推理 大家也应该知道的 就是像 如果是对这个像的话呢 就是他还是这个属于在星所里面 这样的 就是属于这个属于五色节的这个一节法节 就是对这个是已经就是 五色节呢 就是由于断除了这个色法 也不存在就是四色节和 还有呢 就是无有这个四色节 就是他那个就是断除了这个色法的一切贪知 就是因此呢 就是没有这个四色节 正因为就是没有这个四色节的原因呢 也不存在就是比这个所生的五色节 就是五色节 就是依靠这个五种各三分的五种世界呢 就是也是是不存在的 就是这个道理已经讲完了 是这个属于耶的 这个有漏的是哪些 无漏的法是哪些呢 就是 那么下面讲这个十八节当中 属于耶无色节犯出的 虽然就是必定是有漏法 就是刚才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那么这个无色节犯出的 就是这些法呢 就是必定是有漏法 一般而言 以法还有那个意识三节呢 只有苦底与这个基底塑色的 有漏法 也这个有漏法 一般而言的话呢 就是刚才这个 意和这个法和意识吧 就是这三个法方面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 缘于那个道底和基底的 也就是说 所以是这个苦底和基底的 有这个有漏法 就是有漏法 然后还有呢 就是这个到底这个无为法 与这个琐色的一些无漏法 就是前面我们讲了 就是到底呢 就是耶稣也是无漏法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无为法呢 就是耶稣也是这个无漏法 就是 因此呢 就是刚才就是前面就是讲的 就是十八节当中的话呢 就是那么就是前面的这三个节呢 就是他有这个有漏法 也有这个无漏法 也是有 就是有漏法呢 就是当然就是好动了 就是 然后他这里呢 就是也有这个属于在这个道底 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无为法方面的 比如说这个非觉者面呢 就是他也是这个属于在这个心 就是这个法界当中 就是法界当中 法界当中的话呢 就是也有这个无为法 然后那个意识 那个就是道底 就是道底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群体当中吧 就是他的这个群体当中的话呢 就是也有这个很多的 这个无漏法吧 就是这个呢 就是也应该这个具足的 就是所以呢 就是他这个无漏法 就是他下面就是无漏无语呢 就是对这个心所有关系 心所呢 就是也这个属于这个法界当中 就是我们就是前面所讲到的这个 是呢 就是他不是这个分为那个六种意识吧 六种识 六种识呢 就是他也属于这个根识当中 六种属于根识当中的话 他根识的这个群体当中呢 就是也有这个无漏法 就是这样就是 然后一识也是是同样的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心和心所就是 就成为这个无漏法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获得这个决责名 和这个非决责名 就是获得这个决责名吧 决责名的时候呢 就是在他的这个群体当中的 所谓的这个这些 这个无根识呢 就是全部变成了这个无漏法 就是无漏法 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三个呢 就是也有这个有漏法和无漏法 就是两种都有 然后神语的识色戒呢 就是也比他所生的这个无根识 全部是属于这个有漏法 就是全部属于无漏法 有漏法 这个大家都知道 有始终的话呢 就是他们都这样认为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外面的这个色 色胜相位 就是色胜相位处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有漏法 没有一个无漏法了 然后我们的这个根 就是也而比色胜 就是这些根的话呢 他们都认为是 这是全部是这个有漏法 就是甚至这个后面还要讲 这个阿罗汉的这个身体啊 就是佛陀的这个身体 也是属于是这个有漏法 因为属于这个色法的这些法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有漏法 而属于这个智慧和无畏法的这些法呢 就是称之为是这个无漏法 就是因此呢 就是他们这个一般的话 就是像释迦牟尼佛的身体 也是这个 对他这个不能皈依 就是因为皈依呢 就是在他相续当中的这个 什么这个灭尽的智慧 就是智慧呢 就是才真正的这个无漏法 不然的话呢 我们这个皈依佛陀的身体的话呢 实际上是佛陀的身体呢 它属于是一种这个库地里面包括的 然后库地呢 就是所谓是这个无畏法 有畏法呢 就是所谓这个有漏法 有漏法呢 就是我们对它皈依啊 供养啊定义的话呢 实际上是根本就是不能这个 赐予这个细地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彌尘和大乘的 大乘的一些这个说法呢 有很大的这个差别 凡是这个色法呢 就是也全部是这个有漏法 就是声音呢 也全部是这个有漏法 就是他们是这样这个认为的 然后香啊 味啊 粗啊 就是我们这个根是 这个也还是很重要 就是大家应该记住不上 下面我们讲的时候呢 就是经常这个根 就是言而必须色根 这个无根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那个有漏法 就是没有一个无漏法 就是这些呢 还是那个基本的道理 就是大家都每一次这个记住的话呢 就是下面的每一个问题都可能就是好连接 不然前面的这些问题都已经泡了的话呢 就是有时候就是这个分析起来的时候呢 还是比较这个复杂 他们呢就是他们为什么是这个有漏法呢 就是因为一方面他们是这个修端 就是他们是这个在这个修道的时候呢 就是需要断除的这个修端 还有呢就是增长一切有漏烦恼之骨 今天这个居士论呢就是讲到这里 我现在就讲到这里 这个修端的故事 就是这些人的故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